最近重庆民警例行查酒驾时发现 一名轿车驾驶员白某神情紧张 便立即对白某进行酒精吹气测试 结果显示白某喝酒了 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正当民警对白某询问具体情况时 检查站又来了一名涉嫌酒驾的男子何某 让民警没想到的是 何某和白某居然认识 还热情打起了招呼 民警再一问才知道 俩人是从一个酒局出来的 喝了酒都选择了酒驾 连酒精检测以上吹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这两位一定是有特别的缘分 最终白某与何某因涉嫌饮酒驾驶机动车 备除2000元以下罚款 继12分并暂扣驾驶证6个月 也议紧 当然是有特别的金和也议强 如果没有人家知道 我再次将创伤一些 超级小车的温时 第5异用 就只是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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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